G7广岛峰会正式登场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会在广岛市的平和大通上面 稍早在日本时间大约11点10分左右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的车队是从饭店出发 那么经过这条平和大通前往到会场和平公园 我们也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环宇新闻近距离捕捉到美国总统坐车野兽 车头插着美国和日本的国旗 绵延不绝的车队缓缓开进和平公园内 沿途大批紧力戒备 民众称这伞也要来一睹难得的景象 甚至有援报受害者在现场看着各国元首 一一到来内心充满感触 其实19日一早广岛正下着大雨 围观民众不如预期的多 但为了迎接各国领袖包括大阪府警 重机东京警示厅等全部出动 确保元首们移动安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时间10点18分 率先抵达会场后 接着欧盟英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法国等车队也陆续到达 美国总统拜登则压轴在一小时后抵达和平公园 也正式为G7广岛峰会揭开序幕 华语新闻17号日本广岛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